提起孤存,大概都会想起摩托、空投、那个少年腼腆的笑,和比赛场上的经验操作,但更能让人铭记得,是他对冠军的执念。 下一次我会站在舞台上捧起奖杯,这不仅是他对于粉丝的承诺,也是对自己的承诺。 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,那一目目惊艳的操作中就会被淡忘,可少年的誓言与梦想,却会生根、发芽,直到梦圆的那刻。 孤存,云皇族电子经济俱乐部众望先锋选手,先灵晨四点战队,绝地求生分部职业选手,PUBG电竞圈广泛流传着空投异响,孤存摆扬的传说, 在远的空投姐儿们看得见,都在孤存的脸上,更是和Forever并称北极兄弟,共同之把凌晨四点击地空调遥控器的控制拳,以其人乃昌刚的特性,这次获得一大批美女粉丝的喜爱。 在守望先锋刚出来的时候,十六岁孤存,就开始玩起了这个游戏,并在那个时候达到了国府前五十的位置,并经四儿的介绍来到了皇族电子经济俱乐部。 那时候,他家里人对于他选择的路是很反对的,想来,他毕竟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持和拯用,才走上了这条路。 最开始的路,并不顺利,由于不是应付一的位置,对内成绩并不是很好,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,才渐渐地在国内展路锋芒,并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里面,拿到了很多冠军。 随后和俱乐部因为各种原因发生矛盾,在预转会,MG电子竞技俱乐部时,被索扰高额转会费。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,对内矛盾也如今加剧,人心不歧视这个实力强劲的队伍面对的最大问题。 没有打击OWPS,虽是早有预料,但当那一刻真的到来,孤存应该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坚强,他说他没哭, 但那已经到达顶点的失落感,都被压抑在了内心深处。 队伍解散,在继续打了一个月的守望先锋前提后,孤存开始接触绝地求生这款游戏。 最开始孤存并不认为,这个比赛能打职业,还奇怪绝地求生前期比赛那些选手,为什么宁愿在水里游泳也不上岸钢枪。 后再次经范儿的介绍来到了凌晨四点战队,在胜利萨打出较好成绩后,在周莉莉离开后,进入了凌晨四点一队。 刚进入一队大比赛的孤存,由于对游戏理解不到位和缺乏和队友之间的交流,在比赛中的表现并不是很好,在当时粉丝体量庞大,却又成绩不堪的凌晨四点战队。 据孤存自己所说,在那个时候,已经沦为了极端粉丝口中的背锅位,只有他自己知道,他比任何人,都想赢。 图片来源OMJ晓得,随着时间的推移,孤存和队友交流多了起来,对于游戏的理解也逐渐的加深,自身的潜力很快被燃现了出来。 在SLS1中打出了世界顶尖选手的操作,在绝境中连续击倒韩国战队三人,废墟山顶吃鸡,这一幕幕注定不会被遗忘,是他。 是中国战队出国比赛难得的高光镜头,此最后成绩不佳,但郭存的一手双军和进战能力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肯定。 真容之路,出路锋芒,PCPIS-1的FPP模式,和PPP模式成绩的落差,对于一个职业选手,无疑是地狱到天堂的区别。 PPP模式最后读挂的那个,孤存的表现看似是最为平常的,但据他自己所说,这是他唯一一次快哭的时候,也许皇几冠军奖杯的那刻,泪水已经尽失了眼角。 想来他此时是十分兴奋的,想着要把眼泪流到世界冠军的那一刻。 随后的PGI,孤存更是在整个队伍状态不佳的情况下,打出了很高的输出。 三大积分赛,也有相当稳赢的表现,在都进入了三大积分赛决赛的十名选手中,孤存一场之鸡杀1.29人在鸡杀数据上仅次于17SHOU,在PGI之后。 黄金大奖赛独狼吃鸡,OSM亚洲联赛的残序半杀,孤存的实力给人一种稳得让人安心,却又时不时给人惊喜的感觉。 PCPIS-2,包括孤存在内的整个凌晨四点站队最是竭尽全力,但终究是无力回天。 再后,孤存难得的发了一条微博,今天被淘汰了,没什么好说的,下次我会站在舞台上捧起奖杯。 再随后的京东杯,N1ST全国电子经济大赛,微博杯中,孤存的表现虽然没有之前那么的耀眼,但是没人能否认,少年正在竹梦路上奔跑,终究会离那个目标,越来越近。 我们都期待那一刻,那个独属于你和你的战队荣耀的时刻,想来站在领奖牌之上,无论曾经多少风或雨。